想吃新鮮的日本生蠔 香港都有 中環這間新開的居酒屋 就主打生蠔放蹄 全部生蠔都是來自日本蠔牆 所以價錢特別便宜 我們這裡是吃蠔的放蹄為主 主要是由北木島 那邊直接送起多起的蠔過來 有十多本不同的食物 我們蠔牆有六個花綿歷史 就在日本那邊我們做了三代 我們就在奶湖內海 最整潔的北木島裏 去養蠔 我們有個概念就是 將我們的蠔送去全世界 我們第一站就會來到香港 就讓香港的朋友感受一下 我們蠔的新鮮程度 我們是岩蠔來的 就會比較鮮甜 開出來會比較飽滿 吃下去的海鮮味比較重 帶一點奶油 山蠔每隻都鮮甜肥味 配上特製的土座炸啫喱 更加提鮮 我們放蹄的特色 有一個九宮架做了頭盤 我們九宮架裡 都比較有心思去做 例如我們有愛知縣的作物房 有三豪灣的鰻魚 鰻魚 我們從鰻魚燒到過來 我們湯了 直接翻燒 有脆脆脆的感覺 我們烤的 就參加於日本 在蠔場旁邊 有一間餐廳 有一個大鐵板 我們把蠔倒進去 一次過用烤爐烤 烤著它的話 就會比較多鮮味 你會聞到蠔油的香味 新醬期間 為顧放蹄 還送日本直送 梵立貝任食優惠 超級抵食 除了放蹄食物 客人還可以追加 其他居酒屋的美食 蠔的話 除了我們剛才烤蠔的介紹 我們的天婦羅蠔也不錯 這碗湯烏冬 蠔味濃郁 杜立的濃湯 裡面有粒粒的蠔肉 店家選用了五島手鹽烏冬 比一般的烏冬有滑蛋牙 麵質掛湯 淡淡都是蠔肉的鮮味 還有杜立虎飯 也是非常推介的產品 一打開蓋子 就已經香噴噴了 主持用了杜立糕湯 新鮮蔬菜燜煮出 成為這個杜立虎飯 再配上香煎杜立 材料很豐富 最高紀錄的客人 是可以吃到八十隻 師傅是開到手軟的 應該是開到我們全公司的人 都是不停地為那個客人加油 價錢不貴 食物有高質 如果自問喜歡吃蠔的話 不妨過來挑戰一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